是先产生2月到12月的第一天 我们用的就是E-Day E-Day函数向右拉它会自动怎么样 因为向右拉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它的那个什么呢 向右的话它的什么呢 它的燃会增加 向下的话是它的列会增加 所以这个概念要有 所以你向右的话变成说它本来是抓A2 A2是这一个 然后因为向右的话呢 A2变什么 变B2 所以你会看到拉过来这边变B2 就一样是抓这个 B2过来变C2 所以会一直自动再加一个月 就变成说每个月的第一天 OK 那做完之后呢 再利用这个抓A2加1 然后但是呢月份都不一样的话 那我就 所以month 特别重要 这边用if 里面判断那个month 不等于 然后A2加1 当然你不等于可以 如果你写等于的话 怎么可以 其实也可以 只是说你把上下这个A2加1跟这个空的两个颠倒就可以了 只是逻辑不一样而已 我习惯什么 如果因为比较直觉 如果那个A2的月份跟加了一天之后的月份不一样的话 不一样嘛 所以不一样就是不等于 OK 那我就是如果为True 那我就是给它空的 反之就是给A2加1 OK 最后因为会有一些Value的错误 所以再利用ifA2再把它过滤掉 所以再把公式贴过来 然后再给它 如果有错误的话呢 就把那个错误给删掉 那这样的话按确定 就向下向右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OK 那只是说当然 这样好像似乎还是公式有点冗长了 不过至少比你土把链钢还是来得快 OK 而且当然尽量的有遇到状况 还是尽量不要用土把链钢的方式 那接下来如果说我今天还希望做第二件事 什么呢 就是礼拜六、礼拜天 设定成不一样的字的颜色、不一样的底色 这地方该怎么做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 你可以发现 每个月的第一天 如果我这边改 2015 把它改成2019 Enter的话 你会发现 因为它后面这个是抓这一个日期 底下也是抓这一个 所以你打勾或Enter的话 你会发现 有没有 这个底下 这边全部跟着改 这底下的呢 也全部都改什么 2018 有没有发现 所以以后呢 你只要更新这一个日期 那 它就会换什么 比如说2020好了 2020 Enter 也就明年 2020 这会会出现 所以1月1号 礼拜三放假 1月2号 没有放 对 然后刚好它不是在礼拜五 不然的话就可以廉价 OK 所以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 第一个 它是一个连锁的反应 所以也就是你只要更新 这一个储存格 其他储存格也会跟着改变 第一个 第二个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礼拜 因为现在你会发现 礼拜六礼拜天 还是不明显 所以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礼拜六一个颜色 礼拜天一个颜色 那当然你不是叫你什么 就是 图法链钢 像以前图法链钢 礼拜六我希望呢 智的颜色就给我什么 一个深绿色 然后底色的话呢 就帮我填一个浅绿色 然后呢 再怎么 礼拜六 那以前当然比较聪明的 稍微聪明一点就用复制格式 而且复制格式还有点一下跟点两下 点一下只能复制一次 一定要点两下 有没有 点两下 然后再刷 有没有你那刷子还在有没有 继续刷 但是问题哦 你这样刷呢 你要刷几次呢 你要刷52次减1啦 因为本来有51次 对不对 51次 但问题也没有效率 所以怎么办呢 礼拜六 那礼拜天的话也是一样 那你看礼拜天又要来一次 礼拜天如果说我希望 质的颜色变成红的好了 那底色变成黄色 就像这样 OK 那其他颜色也要 可是问题要怎么做比较快 特别注意 两个方法 要不呢 你可以用什么方法呢 用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个可以 里面的话有个新增规则 可以帮我们做 这个好像我们之前也做过了 只是新增规则特别 新增规则 可是特别注意哦 规则里面有 123456 六种方法 但是这上面这几种都不包含 因为他不是要判断什么 储存格的最高最低或者是哪个值 这些都不行 只有一种什么呢 使用公式来决定 而且这个公式的话呢 要 true false 所以特别重要这个 true false 关键它配合 它可以用公式 可是公式你要想到 怎么判断是礼拜六或礼拜天 所以这里的话其实它有志愿的嘛 你可以把那个weekday的那个函数输入到这里 来做判断 OK的 只是说要怎么做比较快 所以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怎么做 这个方法一 那方法二就是写VBA 所以有时候如果你实在不会用这个 你写VBAOK 只是说两个方法我都讲一下 第一个方法我们来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设定格式化条件 一我先把它控制自己 我先把它复原 假设我不是这样 一 设定格式化条件之前 一定要先告诉它什么 你要格式化的范围 所以游标先放A2 Ctrl-Ship向右向下 整个先选起来 你刚才想说 这个范围就是我要 有点像是VBA里面的跑的回圈 回圈范围 这个范围就是你要帮我找的 接下来第二个工作是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 新增规则 规则的话特别是礼拜六 所以记得一定只能用这一个 游标放下面 它的逻辑第一个先打个等号 等号的去意思就是有点像当 当什么呢 当week 所以这个可能要自己打 它没有办法提示 所以这个可能你要自己 把这个函数要记起来 OK weekday 不难讲weekday 然后刮胡 接下来呢特别注意哦 跟他讲 你的那个选取范围的起始的那个出生格在哪里 也就是你要从哪一个出生格开始帮你做 那个做规则的判断 所以跟他讲说 我A2 请你帮我从A2开始 意思说在这个范围的哪一个出生格开始 OK 那我们A2 所以这个是什么 当这个weekday 底面的这一个 所以他会先抓这一个 再抓下一个 再抓下一个 直到没有为止 OK 等 礼拜六的话等于 所以特别之后会有两个等于 不要答错 那礼拜六应该后面等于多少 等于7 OK 所以这个就公式了 然后可能比较容易记不起来的是这个啦 其实我刚开始也是记不起来 我都答理 所以我把这个当 这一个逻辑为true的时候 那我就设定格式 什么格式呢 字改成深绿色的好了 你可以自己选 填满就是底色 改成浅绿色的 一个深绿一个浅绿 按确定 意思说当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就帮我做这个格式 那不就等同什么 一个一个用人工去选 到底是一样的 只是说呢 他帮我全部自己判断完毕了 好 这个其实公式可以先复制一下 为什么 因为礼拜天要来做 就按确定 有没有发现 礼拜六全部做完了 那礼拜天怎么做 再新增规则一次 再设定那个规则 那种什么 使用工资来决定 然后呢 再把它贴上 把这个数字改多少 改成1就好了 因为是礼拜天 OK 记得 我一对我讲过 你就 干脆你不用记太多了 你就记这个是美国人设计就对了 所以有的时候 当然它里面还有其他的参数 可以把它改成礼拜一是第一天的 可是后来发现 那个还是不要弄 为什么 因为你变成两边不match 最后变成说 可能那个格式部分 跟你变化的那个结果 两边不match 他把那个1变成显示出来 本来你应该显示周一的 结果因为格式还是美国人的思维 所以显示出来就变成周日了 所以干脆你那些我都没讲 为什么 因为你不要用那个好 我觉得用这个方法 会比较容易一点点 那格式的话就是底色我用黄色 色情的话呢 我用红色 反正你就自己选一个 颜色自己可以选一个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呢 礼拜六 礼拜天 就全部都格式化完毕了 OK 这个方法不是只有在这里可以用 以后如果说你要用在什么呢 其他地方 比如说你报表里面 你希望把那个什么报表里面 只要跟格式有关 特别不一定是日期 其他方法也雷同 比如说你希望找出什么 那个数字大于多少的 或者什么规则是什么的 反正你只要是一个公式 他一样可以帮你做判断 所以特别之后设定格式化条件 一请你先把范围先旋转 Ctrl-Street向右 向下 二的话呢 记得哦 这个新增规则 我这边刚刚做过把它管理一下 然后把这个规则 然后把这个规则呢 使用公式来决定输入这个 但是记得就多一个等号 当 好像有点跟那个函数蛮像的 这个条件为处的时候 那就把格式给他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